同学好,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题目要我们是将 x平方加2x-15分之9x-11 将这个分数呢,化为部分分式 好,我们看到这个题目,我们要先假设 我们先设这个原式呢 会等于x-3分之a加上x加5分之b 为什么是x-3跟x加5 原式它是被合并起来的 我们把它分母可以做十字交成 可以拆成x-3跟x加5 那这两个分母通分呢,就会等于原式 但是分子的部分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设一个是a,一个是b 我们假设完呢,我们再把这个原式的部分的分母消掉 所以我们同乘以x-3乘上x加5 那这样原式的部分就会只剩分子 分母就消掉 好,我们可以得到9x-11 等号的右边呢 前向刚好约掉x-3 还有x加5再乘上a 后向是b乘上x-3 好,我们可以得到9x-11等于a乘上括号x加5加上b乘上括号x-3 我们把其中一项 想办法变成0 就可以解除一个位置数 所以我们x带3 主要就是消掉b 我们就可以先求出a 好,把3带进去之后可以得到27-11等于8a 好,前面是16,后面是8a,所以a等于2 那我们要求b的部分 x就带多少?带负5 好,负5带进去可以得到负45-11等于b乘上负8 那我们可以求出来b等于7 好,ab算出来之后呢 把它带回去这个原式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x平方加2x-15分之9 x-11可以等于x-3分之2加上x加5分之7 那这一题的答案就是这样子写 OK